四分钟,还有倒计是四分钟 来来来来来 来一个黑白吧 嘿,大家好,我是小不像 今天继续来玩坠落模拟器 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 我已经解锁了这个 雪山之巅啊 第一个地图的最高层 已经被我解锁了五百万 那么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跳 直接放出烟花来看一下会有 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跳的状态不是很理想的 我们就直接放出烟花 然后撞到了墙壁 好像并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效果 好像还可以啊 撞了一个小小的脑震荡 屏幕闪光了一下 今天最高纪录会是多震荡呢 第一跳有八万五 还不错啊 这个撞了一个轻微的脑震荡 我从右边点跳下去 然后再快下去的时候呢 再放一下我们这个弹簧啊 啊来 看这个把我们的肢体 分解开来是什么样子的 多 邦 哦 好像 哦 也有点脑震荡 啊 这个屏幕又闪光了 前两台还可以啊 看起来都有七八万的样子 有吗 九万七 哇 不错 九万七 那么 才从最左边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个第一个地图最高层了 小分享终于解锁到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去解锁第二个地图 或者第三个地图的几个楼层 好像至少要300多 然后我们还会不断继续的来玩的 哦 哎 第三条也有个脑震道 你看这边 看起来五万九 没有摔到脑子 但是这边屁股着 这块胯着 非常的疼 这游戏呢 名字已经改过了 并不叫之前的骨折模拟齐了 这个作者把它翻译成了 这个叫做 保险诈骗模拟齐 然后游戏的名字呢 我还是打在视频的最后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去玩一下 哇 今天的每一跳怎么都这样 最后还说到了水里 如果你们还想看这个游戏的话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 然后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吧 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啊 但是小飞向 一直没有抽空做 那么 今天就再来做起 答应给你们看的最高层 我们今天就会做到 然后这个技能呢 是在空中 放个屁啊 可以加速一下 都 哦 邦 哇 来了 来了 这个快弹地 哇 飞得这么高 弹到地上之后 又飞到了上面 你敢信 太高了吧 还能再摔 相当于从四层楼又摔了下来一次 而且刚刚屏幕上出现了变色的效果 这次应该有十万了 我感觉 十三万 果然是这样 全身粉碎性骨折 还有紫色的效果 太疼了吧 那么 我们这两个技能时间特别长 玩到二十五级都还有下一个技能 我们现在二十三级 然后 争取尽快给各位小伙伴带来新的技能 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 游戏模式也可以在视频箱方留言 然后呢 我们来换一个地图准备吧 哇 今天的 哦 今天的这是第五跳 每一跳都非常厉害 这个效果好像 二十七万 哇 amazing 我们摔出了 应该是不出意外 是今天的最好记录了 二十七万 太痛了吧 看一下哦 你看第一个地图已经解锁到第十层 第二个地图的话 要四百万 第七层 第三个地图三点六 现在一共出来三个地图 那么我们接下来 各位小伙伴可以给我留言 到底是先解锁四百万的好呢 还是先解锁第三个地图 是三百六十万 还是第二个地图是四百万好 第二个地图是这个城市 第三个地图是这个小小的学校 把你们的选项 留在屏幕当中 如果点赞哪个评论高的话 我就会优先解锁哪个地图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一跳 然后就换地图吧 今天的这个 第十层楼 每一跳都特别厉害 一个比一个厉害 今天最高记录已经出来了 二百七十万 哦 不不不 二十七万 也太痛了吧 二十七万 画面 前三个是脑震荡 第四个是 变色 第五个是直接黑白 酷啊 那么今天打到两百万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 来 这边还有五分钟就可以再来一次我们这个弹簧 这个烟花 不过烟花的效果现在并没有第二个效果 我用过用出好了 第二个效果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在快着地的时候点一下 它就会特别的疼 哎呀 我和你摔到了一起 我们换个地图 嗯 现在第一个地图随便摔摔都有四万 然后我们来换个地图啊 换一个第二个地图的第五第六层 第二个地图的第七层不知道在哪里啊 这是第第六层第七层可能在这上面 没了 哇 第二个地图顶端是这个 UFO啊 来来来来来 登登登登到 兜 00 轻轻松松一个脑枕刀也谈得非常的远 那么不用多说五六万是肯定有的 逃不掉了 哎 现在我们总数据angled Go to 180 万 四分钟 还要倒计是四分钟 来来来来来 来一个黑白吧 又是脑震盪 要碰到这房子了吗 没有 我不知道这些日文 日本人在说什么 我看不懂 但这个服务器 7万3 全是日本小孩 换个方向 从左边开始跳吧 今天200万应该肯定有了 再跳两下就有200万 现在190万了 实在看不懂 这个目的地好像是房子上面 OK 但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 一点都不痛 这样的话我们就玩 再换个地图 再玩第三个地图 你们记得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到底是先解锁 这个第二个地图的第七层好呢 还是第三个地图的第四层好 第三个地图现在不是很高 不过 第三个地图看起来很奇怪 你看第四层应该再上面一点 距离了 这是一个 说不定出去悬崖还是什么的地方的一个地方 下面是一个冰冻 千万不要弄动动力 最好直接摔到 摔到岩石上 比较好 OK 这个颜色就让我看着 应该有十万吗 九万一 还可以哦 今天最高纪录是27万 真的是非常难破了 如果从这边掉下去的话 好像就不是很好了 你看这边下去的话 就不能直接摔下去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登登 哎呦 连摔了两下 好的 有没有希望 啊 要擦一下 完了 那这下真的是 摔得不是非常疼啊 有学好伴给我留言说是 呃 如果你接触的越多越疼 但我现在看来不是 是必须得脑袋越 脑袋 摔得越残 我们这个才会越残 一定要颜色变化 然后最好是 垂直 不要有减少摩擦力吧 对吧 减少摩擦力 我们这个重力就越来越强 哦 OK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如果脑袋着地的话 就会非常的棒 着地吧 哎呀 如果没有脑震荡之类的话 估计只有个四五万 两百多万了 哦 大概 啊 一个要四百万 一个要三百六十万 还差一点点 这边呢 还差一分半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再来一次这个 哦 脑震荡来了 有很多很多小伙伴 都想看这个坠落梦 起啊 嘿嘿嘿 哦 哇 反正小飞翔是恐高的 你让小飞翔站到 这个这么高的悬崖上面 我估计都推抖 六万七 还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跳呢 就从这个烟花结束吧 好吧 准备好了吗 在第三个地图 哦 来了 呃 跳的差不多下面的时候 起飞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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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上面 然后来了一个变色 那这个效果 哎呀 呃 但是没有摔下去 猜猜有多少 十九万 还可以哦 好 那么我们就先玩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想看的话 记得评论 点赞吧 记得记得要关注 然后转发哦 然后感谢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